A.M. What News今天和大家说这宗新闻 虽然不是一个报章头条 不过在过去的几天 其实每日都有些新发展 我说的是手足口柄 因为有几家学校都接连发生了 一些青少年或者儿童有手足口柄 包括丽景天主教 沙田的培桥 湾仔玫瑰江 和宝马山的苏哲小学国际部 为什么这些传染病 近年好像越来越厉害呢 其实如果我们从政府 究竟医疗开支 或者他们的关注程度去看 这个问题 可能我们未必能得到答案 因为我自己深层去想一想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发觉 其实无论是老人家的医疗券 或者是流感疫苗的接触 或者再说子宫颈癌疫苗的儿童免费接种 我们都会见到 政府其实是做了不少功夫的 另一方面来说 其实硬件一方面 马丽医院 港华 伊丽莎白 其实都有大大小小的抗建工程 究竟问题 软件又做得好 硬件又肯投放资源 那为什么仍然会出现 社会卫生状况好像不是很有改善 我自己想想想 就想到两个理由或者原因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就是 其实很奇怪的 我们虽然在预防层面上 好像放了很多资源 不过其实在基层的卫生 好像街道的清洁 环境卫生上面的关注 其实就无好到 我在平日我自己会经过的地方 或者有时候走街都会发觉 一个现象就是 香港垃圾桶的常满程度 是越来越高的 尤其是星期六日 星期六一些街道的垃圾桶就爆了 星期日就连街道垃圾桶 周围都会放满垃圾 究竟是清洁工人 他们星期六日放了假 不开工 还是其他原因呢 另外一件事我发觉 其实帮我们清洁街道的 很多都已经是公公婆婆 为什么没有年轻人 或者没有年轻的人 不要说年轻 为什么一些四五十岁的人 都开始不入行呢 我只是想到一个答案 就是因为人工太低 外判制度 令到香港的公共街道 或者清洁卫生 甚至很多康体设施的卫生 都交给私人做 而他们是用一个 嫁低者得的方法 去投得这些标 自自然而为他们服务的 都是社会上最没有叫嫁能力的一群 即是年长的一代 要公公婆婆 他们不断帮我们掃街清洁垃圾 其实看起来我自己都觉得心粗 更加黄论希望他们能够做得很干净清洁 就好像我早几日发现 在北角长康街那种车祸 有一堂血迹 足足留在街上四天多都没有人清洁 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也想说 究竟香港这个地方 我们由八九十年代四百多万人 去到现在七百多万人 再加上一些非常住人口 即过千万流动人口旅客等等 其实我们为何仍然要用一个 嫁低者得的方法去做我们一般的 卫生或者清洁的这些工作呢 究竟是否足够呢 最后也都要一提的就是 究竟你们自己 就是说我们香港人 究竟自己的卫生意识有没有减弱到呢 之前沙士时期大家洗手洗手的情况 我现在真的不再见到很多事情出现 反过来我都见到反而现在就算 无论是年轻人也好 或者是老人家也好 扔垃圾套痰甚至乎是将一些烟头周围扔 其实大家都司空见惯 好似大家都见怪不怪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我们首先要由自己做好 如果不是就算多少资源呢 都是不够的 今天跟大家谈到这里